王晓龙 王晓龙用速度突破了 他在看 向中间看 这个球传起来了 投球 低点 被对手干扰 非常有威胁的突破 漂亮 传进去了 这球再打的时候 王晓龙左脚推射打高了 31米的距离 放松直接打 还真挺悬 其他球员呢 如果说再有一些贡献的话 再有一些亮点的话 这就是一个亮点啊 少嘉一的远射 好球 不打法 再次在第一点做出了漂亮的传球 有机会吗 大门 在那间 没机会 在锅 打门 看看这个交球 投球 又是顾超 做出了一个精彩的愉悦哭就 杨志 好球 这个出击判断的非常准确 直接发球也是很准确啊 这一接一抛 葛龙用身体的优势把球控了下来 现在有威胁 立地住了 葛龙抓住踏了一步 这球要么传 要么打 再向前压一步 还是交给朴城 你看 坎州绿城在防反击的时候 这个追击能力 漂亮 机会磕一下 再打 有机会了 停球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在下半时比赛开始仅仅第七分钟的时候 事实上是六分零三秒 六分零三秒的时候 场上的比分被改写 葛龙 在中线场的快速 边线球发出来之后 非常流畅的配合 最后 葛龙是在点球点上啊 一蹴而就 好球 葛龙 身体非常的扎实啊 直接打门 这叫球啊 他就掉到前面 看看 卡诺特 卡诺特掉门 卡诺特横梁上 就是越来越急 注意 再顶一下 打门 球打的成功力住 进了 这是阿甘的个人能力带来的一个进球 我们的防守队员应该说是迟疑了一下 在这个位置 对阿甘让他有这么大的空间拿球 其实是肯定非常危险的 这绝对是一脚世界波啊 其实防守球员呢 这个贴身防守 并不是说离他非常远 阿甘是一个原地发力 参加了鬼带 哦 看看这个球 太想自己得分了 好 一个战术啊 打门 这叫射门真是世大历程 机会 葛龙这一次选择走外线 来 哦 哦 哦 呵呵呵 德龙 抱怨主裁判的判法 呃 被裁判员黄牌警告 这个球 这个球确实 呃 有点难以理解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一下交代还不是特别清楚啊 对对对对 你没法判断这球最后有点碰着谁 呃 裁判员被 裁判员把斯塔诺 把薛森 嗯 把薛森罚上了看台 因为刚才薛森在抱怨裁判的时候呢 是有拿起球来摔在地上的一个动作 裁判员把助理教练薛森 发展看台 边线 喂 嗯 哦 哇 这下是光给一个黄牌 是不够的 哈哈哈 情况下啊 啊 这个 这些死球的情况下 对对方肢体有明显的这个击打动作 好好传进来 这个时候双方呢多少有一些无心恋战 裁判员也终止了最后这几分钟的混乱 他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呃 来自科维特的主裁判阿里沙班 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反叛 错叛 呃 导致 在比赛结束以后 呃 导致国安球员非常的不满 好 好 好